有關那個動態的年跟動態的利率 這個我想稍微比較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 第一個年比較簡單一些 年的話你比如說 我今天輸入幾年 輸入五年好了 那第一個就是按確定之後 他會先幫我做什麼 第一個先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年 先刪掉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再幫我把這個五年 從第二欄 所以從第二欄一直到 第六就是等於是第六欄 輸入那個一到五年 所以按確定之後 先清掉舊的再放新的 不過因為輸入太快 你以為其實看不太出來 那利率也是一樣 利率部分就是輸 比如說我今天利率要到3% 那因為這個地方 直接輸入3就可以了 我是直接輸 但你不需要再給他百分比 直接3%按確定 這個時候一樣是從0.125 那每一個區間 中間總共會有8個 0.125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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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子的話 把它輸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年 那年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撰寫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先讓它輸入 所以也是用info box 那info box的話 我這邊先call計算清楚 也就是先把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有清空的話 怕說舊的資料它的年 這個年跟新的年不一樣 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第一個我會先 call計算清除 所以先把舊的資料先清空 第二的話 讓使用者輸入幾年 所以這個部分一樣用type等於1 只能輸入數字 那這樣來做什麼?清除 不過清除的話 會需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就是for i 這個地方的話 我用for 藍的話 我希望用for j 這個地方的話 清除 那我要先知道 從哪裡到哪裡清除 所以for j一定是從第二藍 所以一定是從二開始 沒錯 到第幾藍 不知道 所以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從b3去偵測 最右邊那一藍是哪一藍 然後回來如果是f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轉個6 ok 也就是說呢 2到6 他會先幫你把它清 清空的話 一樣怎麼樣? 就丟什麼? 丟一個空之串給他 所以這邊的話呢 sales 3的話指的是第三列 把第三列的追覽 也就是說實際上指的就是第三列 這個2到6 全部都把它清空了 所以這邊的話 也就是執行到這邊 這邊完全是空的 再來輸入幾年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我又輸入10的話 那我一定是從第二 總共輸入10年 那這個地方一定是for j等於2 到這邊一定是10 那可是問題是2到10 那就少一年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從2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後面一定要把它加1 這樣的話呢 它才會是2到10 那輸出到哪裡呢? 一樣是輸出到第三列 的追覽 那輸出什麼呢? 輸出追 那我們當然不需要額外再多一個變數 乾脆直接用追 來當成是我輸出的這個年 那追